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美少女战士黄启珊 黄妈呢她一出来她穿的这个衣服真的是有吓到 她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 虽然外表伪装得很有迷惑性 但还是一开嗓便被裁评团抓了个现行 如果当时我们呢 凡是有耳朵的人大概都能猜出个八八九九 因为她的声音就是在唱得很完美的音色里面 带着浓浓的沧桑感 这是她本身的故事带给她的特质 虽然我们的黄妈早已猜出自己的命运 但还是感到有一些遗憾 我本来还想说借这个面具 那穿越一把又回去 结果你们就把我猜出来了 让我就从这个美梦当中惊醒 我应该故意不猜她 让黄妈多唱几回 因为黄妈呢有一个少女之心 就这个年龄呢 我对美对少女青春时代 我永远无法抹去 圣诞老人不在家的炫露周会 连续三周的谜团终于解开 在这个舞台上 迅露那空灵清澈的嗓音 腐蚀无华的风格 一次次的感动全场 我告诉你 你已经是天后级的歌声了 周会 蒙面让每一个歌手 都希望有再生的机会 尤其是一开始可能就会被定位说 你不是美女啊 他可能内心更复杂就是 当我拿下了面具之后 你们还会那么纯粹的 因为我的歌声感动你们而爱我吗 我的歌唱道路走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那天夜里梦里头 我爸爸跟我说 勇敢地往前走吧 你还在等什么 他就是周会 让我们为这位拥有世间最清澈嗓音的歌手 送出我们最真切的祝福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蒙面倒计时200秒 同样登上舞台三期的阿凡达妹妹 凭借深藏不露的绝技 成为本季首位直通金曲盛典的蒙面唱将 而她的迷之身份 更几次让才评团成员失去理智 因为节目太有钱了 从外星请了一个歌手来到这个场地 对于这位外星选手的歌唱技能 小编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任性 这边刚塑完了深情 那边又标起了高音 才刚刚完转了粤语 又立马穿越到了抑郁 就在大家觉得阿凡达妹妹 已经倾尽所有的时候 她却又将任性玩出了新高度 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笑容 摇滚风再炸全场 海和天空 一样的月光 都是阿凡达妹妹这个新人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 然后暂停这个舞台 突然有些不舍 就请大家记住 这个舞台赋予我的名字 金耳朵的阿凡达妹妹 不过话又说回来 阿凡达妹妹 貌似无意中也成全了一职 为退出歌坛 而努力的起弦大哥哦 退出歌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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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斯科达 蒙面唱将不简单的你 观众竞猜环节 同时蓝色金点孟之兰 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 在歌手演唱的过程当中 打开微信摇一摇 参与竞猜 选择或者填入你们所认为的 真实的唱将的姓名 如果猜测的答案 跟猜评团意见 和唱将接面是相符的话 将会有机会获得 孟之兰好礼 中国梦 孟之兰 为了梦想 首先要为大家带来 表演唱的是猫代理河本 下面给大家透露一点线索 就是他发表过 很多自己写的歌 何冠金嗓子 让世界听猫代理河本 梦想 斯科达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精彩稍后继续 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 提示您精彩继续 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由实在不简单的斯科达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传承百年的布拉格设计之美 斯科达带你唱将不简单的一路 实力唱将实在不简单 本节目由极客 更精彩的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 特约播出 轻轻嗓子 让世界听我的 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 南庄国名品牌 海兰之家 运动风系列产品 全新上市 三元冰岛式酸奶 更多30%蛋白质 能量开启唱将之战 手机下载乐视视频APP 随时随地观看节目精彩内容 更有评浇花续抢先看 这个很难猜 这个很难猜 上周 猫代理河本 与美少女战士 一同演绎的后来 得到财评团的一致好评 好好听哦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首歌曲 由两个女生合唱 之后可以变得这么的精彩 但因黄妈火于标志性的音色 早被猜评团锁定目标 所以同时新人的猫代理河本 似乎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线索 其实财评团表示 对猫代理河本的身份 也是十拿九稳的呢 猫赫本的声音是既成熟 又带着一种少女的那种甜蜜的味道 因为我旁边呢 有一个大老师 他可能是猫赫本的歌迷 我已经知道赫本是谁了 但是我绝对不能说是赫本是谁 我就希望他能一直留 然后呢 能够一直留到决赛 至于这位猫代理河本 是不是我们大老师心目中的那个人选呢 小编只能用坑王沈南的话来回答了 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 到处是坑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 是因为想了太多 是心里起了错语 你说小畅畅听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 该不该现在就凶了我 不想太多 我想一定是我 听错明错的错 拜托 我想是你的 我该有问题 随便说说 其实我早已经 最痛 你都不想多爽 只是怕眼泪撑不住 哦 你的黑色 你有梦 想痛 却又在靠到我 空与你никаľ 水眼泪撑不住 啊 最初 每个月都不知 都不 schne 这 你 整理 是 你 他的 馬 在笑 心痛 卻又在口 讓我 說算 你想救 我不愛 還給你的黑色浩漠 他唱歌很瀟灑 他有點像林依蓮那種唱法 女生唱歌很少這麼瀟灑 好瀟灑 他聲線有點像林依蓮 說 怕眼淚沉不住 不懂 你的黑色 幽默 想他 卻又在看著我 就算 你想救 老闆 我不想 踩著你 當作 是你離開的晚餐 當作 是你離開的晚餐 像風 卻又在口 到我 說算 你想救 我不怕 說算 你想救 我不怕 他 我的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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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給 黑色 幽默 我的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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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中 已經真的知道 他們是誰了呢 大家發送的名字 現在已經被記錄 猜測的結果是否準確 現在會在歌手 接力的一刻 為你們介紹 好啦 長假已過 但福利不斷 通過小編的不懈努力 終於從節目組拿到了 本期新進唱將的第一手資料 讓電視機前的您先賭為快 首先登場的應該是位身材嬌小的女士 她會為我們展現怎樣的歌喉呢 有請一閃一閃亮晶晶的鑽石女士 對 我才覺得像蔡依林 她很瘦 超小一級 成為更陽 劇場 曲 王冠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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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街燈 盡落 傷疼 為星燈擁抱著 怪路找人 成均輕的黃牙消失了 人與沙漠面 難分碎點旅行 心緊亂 想要清白奪 囚變的態度 不相信他傳話 收不完 冷夜夜我在你身邊 盼望你會知 何止動我的心 被動錯於改變 似犬強地生前 冷夜夜我把聲歸佳 怕夢未回應 似風聲望於點 誰知無說清楚 可惜我沒等事 冷夜夜我把聲歸佳 怕夢未回應 冷夜夜我在你身邊 怕夢未回應 我知道我的心 對倒錯於改變 自然強地生前 冷夜夜我把聲歸佳 怕夢未回應 似乎笑望雨点 水起又说清楚 可惜我的事 在月中漫步 上水中的味道 风似是晴晴黑的重视 你了解如何 留下先一片段不经见 冷雨夜我在你身边 看我未会见 可知得我的心 被动作而改变 只坚强地相见 冷雨夜我发想归架 下望未背影 只苦笑望距离 最早说清楚 看失望的等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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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登场的这位唱将 活泼 好动 能歌 善舞 而且还非常的 好吧 小编只能剧透这么多了 有请蒙面畅强 横幻不是骗人的 天哪 这是谁啊 他的这个身杠 我大概有数 应该这么矮的 就没几个人 我还没准备 我还没准备 我到了這個時候 還學一流 夜裡的寂寞 容易加人變身 我不敢想得太多 因為我一個人 因為我來的月光拉近心 漫不定地走在冷冷的街 我沒有你的消息 因為我在想你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愛我別走 愛我別走 如果你說你不愛我 不要聽見你真的說出口 再給我一點溫柔 看出來沒有 是笑老人 發音有補音 我還在猜 她颱風非常穩 我覺得她一定很資深 Bowl 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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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uém 音樂來的月光拉近 聲明 滿谷聽的坐在冷冷的街 我沒有你的消息 因为我在想你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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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9 und7 谢谢大家